人稱大師兄的著名武打演員及武術指導 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工會副會長徐忠信 於11月2日因辛梗意外去世 終年70歲 11月25日 大師兄在香港大維寶福紀念館設林 葬禮以佛教形式進行 26日出殯 入行超過40年的徐忠信初期擔任龍虎武師 後期轉作武打演員以及武術指導 曾與李廉杰合作拍攝電影《黃飛鴻之鐵姬斗武供》 他飾演黃飛鴻的敵人雷一笑 兩人有不少精彩對打場面 徐忠信为鄭少秋擔任替身時受過重傷 之後再也做不了高難度動作 離開了電影界 留在TVB做武術指導工作 偶爾客串演出 大師兄靈堂布置簡潔 以白色為主 橫扁寫上永遠懷念 兩旁電視播放其生前演出片段及照片 靈堂外放滿紙紮祭品 徐忠信生前是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工會的副會長 行業地位頗高 加上他出道早 與不少巨星如成龍 鄭少秋 古天樂等都有過合作 這些圈中大咖紛紛送上花圈悼念 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工會的會長 前家樂帶領一眾動作演員到場幫忙打碟 大批龍虎舞師前往靈堂送憋大師兄 張震朗和馬俊偉等TVB演員親自到場祭拜 場面哀傷 前家樂與張磊一同接受媒體採訪 他們透露大師兄離世非常突然 曾跟大家喝酒聊天 有說有笑 前家樂表示為了表達大師兄對業界的貢獻 他們在喝茶時就說好了 明年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工會春明 要頒發傑出操作表演大獎給大師兄 可惜貼意弄人 前家樂特意將相關獎項帶到靈堂 交到大師兄家人手上 問到大師兄有什麼遺願 前家樂說 大師兄曾跟他們提過離世這個話題 他指喪禮要開開心心 氣氛不要傷感 前家樂與一眾龍虎舞師會完成 大師兄最後一程的心願 拜一個開心喪禮 我 張磊 程曉冬和林家棟等人負責扶鈴 對於大師兄突然離世 前家樂感到非常遺憾 他趁機勸告年輕一代的演員 一定要注意身體 我們這一行 年輕時個個都是英雄 不到躺下來都不會說自己有病 大家一定要做身體檢查和買保險 希望大師兄走得開心 另外 市地譚俊彥表示 他與大師兄合奏的最後一部作品 是包青天再起風雲 當時在內地拍攝 大師兄會照顧後輩 教大家騎馬等等 譚君彥得知對方離世時感到驚訝 他此次到場祭拜大師兄 除了表示自己的心意 也代表了父親迪龍出席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訂閱 點贊 轉發 感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你 來吧 明白 也請 保主 方快 羅